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iPhone上面WiFi的隐私权警告 最近我在点WiFi的时候 我都发现我所连的WiFi下面 会出现一行隐私权警告的字样 然后点进去之后 他就说这个网络正在阻挡加密的DMS流量 那我就上网做了一下功课 然后发现说这个警告 在iPhone上面完全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iPhone上面一个 让你自我检测网络环境的指标 那它是一个全新的功能 所以并不是我们有动到什么设定 而导致它这个隐私权警告跑出来 而是iPhone它对网络环境更加挑剔了 就是我们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人都可以偷窥到 我们看了哪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所传出的资料 它都不是加密的 所以你只要有心 其实在中间我们连线所接触到的地址 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看哪些东西 然而在iOS14之后 iPhone开始能够将我们的资料加密 也就是加密DMS流量 那让我们在浏览网络的时候 不会被人追踪 但是在iPhone加密的这个过程 如果你使用的WiFi网络 或是设备不允许的话 iPhone它也是在白做工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怎样让这个隐私权警告消失 那一部分我会在手机上面示范 然后一部分我会在电脑上面设定路由器 那每个人的路由器 它的界面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那几个设定都一定是有的 首先第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先进到你的WiFi 进到WiFi之后呢 右边有一个蓝色的i 点进去 下面有一行叫做专用WiFi位置 这个选项要打开 不过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原本就是打开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更改路由器设定的部分 然后那个地方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会在iPhone上面重新设定一次WiFi 那更改路由器这个部分呢 苹果官网上面有一大份的设定指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网址连结贴在说明栏 因为它里面真的是蛮细节的 所以我这边呢会挑几个重点 带大家操作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路由器设定的界面 那我使用的是华数路由器 所以如果你牌子不一样的话呢 界面也会不一样 第一个你可以做的是更新路由器的软体 如果你的路由器太久啊 或是软体版本没有更新的话 可能就没有支援最安全的网路通讯协定 这样子呢也就无法符合苹果 非常严苛的网路环境要求 也会导致iPhone出现隐私权警告的讯息 这边如果可以的话 也把自动更新的选项打开 那在开始设定之前呢 先备份一下你路由器的设定 避免等一下我们误触一些选项这样子 第一个设定我们要改的 就是使用安全的上网协定 安全性设定呢 它会定义你路由器使用的认证 还有加密类型 那这个选项呢 如果你有支援的话 苹果会建议你设成WPA3个人机 也就是WPA3 Personal 以获得更加的安全性 那如果你的手机啊 或装置是比较老旧的话呢 你也可以设成WPA2 WPA3转换 也就是WPA2 and WPA3 Transitional 那苹果比较不建议的选项呢 有像是WPA WPA2混合模式 还有WPA个人机 总之就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协议 这些呢可能会危害到你的网路安全 再来第二项呢 我们要关闭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隐藏其网路名称SSID 第二个叫做关闭Mac位置过滤 那为什么要关闭这两个选项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功能就算打开 其实也没有把主子骇客 他们一样可以定位你的位置 但是我猜呢 是因为iPhone在这方面 也有一些保护的功能 像是有一些装置 它会针对每个WiFi 使用不同的Mac位置 所以我们打开的话呢 可能反而是帮到忙 iPhone反而会错乱之类的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更改的设定呢 就是在路由器上面 使用安全加密的DNS伺服器 一般的路由器呢 这个选项会预设停在自动 那以下呢 我们就提供几个 有支援加密DNS的伺服器 那这个加密DNS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你在网路上面浏览时候呢 iPhone就会自动帮你 把你的资讯加密 但是如果你的伺服器 是没有支援这个加密功能的话呢 iPhone等于是白做工嘛 所以如果我们填上了 以下的几个代号之后呢 他们就会透过这些 有支援加密DNS的伺服器传送出去 对方就没有办法透过DNS 来看到你更多的资讯 那以上呢就是几个 我觉得比较简单 可以在路由器上面 直接设定的选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回到你的iPhone上面 来重新设定一次WiFi 设定完路由器之后呢 不要忘记就是回到iPhone之后 我们要先把网路设定清楚之后 重新加入 首先我们打开WiFi的设定界面 然后点到你平常使用的WiFi的 右边的i 一样点进去 然后第一行呢 就是忘记一次网路设定 在这里 这个选项呢 点下去 然后下面呢就按忘记 接着我们再重新点一次 那大家会发现重新加入之后呢 那个隐私权警告就消失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如果它又再次跑出来的话呢 就代表说你路由器的设定啊 还是有一些缺陷 因为苹果是非常严格的哦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到我刚才说 苹果官网 他们那个非常严格的指南里面 看一下有哪一项是你没有做到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设定了好几次 那个隐私权警告才消失 而且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再跑出来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成功修正 隐私权警告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 或者是想要学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